你能拿出来这件东西在你家200年的证据 我上节目 我面向全国观众 我向你赔击道歉 大哥带神秘绿印章健保 声称价值6666万 专家却讲这是一眼新的现代工艺品 甚至连海选都没过去 大哥一气之下 让专家上节目仔细辩证 专家警直言 如果鉴定失误 面向全国观众向大哥道歉 并且再也不做任何鉴定 双方各自一词 到底谁才是对的 他们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 本次健保的主角是一位大哥 刚一登台就气势汹汹 给主持人都吓一跳 这时大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盒子 主持人连忙问这是什么物件 听大哥讲这是一枚古代的印章 并且四面都有着春草纹理 大哥声称这枚印章大有来头 印章所用的实料是传说中的爱律 在明朝时期就已经绝旷了 大哥今天来就是要解密 这块印章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爱律 主持人先让大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价格 下一秒主持人就被惊呆了 我们这个是以万位单位 是的 因为他是一个神识 藏有输入的事 66666万 原来大哥在海选的时候就已经和一位专家起了争执 专家只看一眼就称这位现代水草玛脑 巧的是那位专家也正在现场 由于一件文物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首先有专家进行文化鉴定 经鉴定这是一件水草玛脑无疑 水草玛脑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 并非藏有所说的明朝时期就绝旷的爱律 国家曾经发掘出过一件水草玛脑环 和眼前印章的材质一样 这是大哥却突然打断 并声称那枚战国玛脑环是假的 和自己带来的印章纹理根本不一样 扬言让专家去全中国找 根本不可能找到四个面 都是水草纹理的印章 或者说宝石 全中国仅他手中一键 大哥的一番话给专家启笑了 最后输入了文化复制暂时封存 那么就到了最关键的部分 主持人打开健保通道 在专家鉴定之后 同样认为这是一件水草玛脑 玛脑有很多种类 比如蝉丝玛脑 水草玛脑 红稿玛脑等 这些无一例外成分都是二氧化硅 最大的特点就是质地较脆 印章上贝壳状的断茬 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件东西是真是假 价值几何 还得由专家说出鉴定结果 这款印实在我家里最少150年 你能拿出这件东西在你家150年 这个证据 我面向全国观众给你赔礼道歉 我从此以后再不做任何鉴定 大哥带神秘绿印章健保 声称价值6666万 专家却讲 这是一眼新的现代工艺品 甚至连海选都没过去 大哥一气之下让专家上节目仔细辩证 专家紧直言 如果鉴定失误 面向全国观众向大哥道歉 并且再也不做任何鉴定 双方各执一词 到底谁才是对的 他们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 大哥将宝贝交给专家后 专家端详了一会儿便说 这就是一块典型的水草玛脑 从断面层可以看出贝壳状的断茬 最后就公布了鉴定结果 经我鉴定 得到这一结果的大哥很是不满 当即和专家争论起来 印章的表面留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坑 这就是岁月的痕迹 以及印章的雕刻技术 并非专家所说的现代鸡血雕琢 双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大哥声称 自己的宝贝并不是市面上流传的爱业律 而是古代文献中的爱律 随即搬出高照 公伦 臣子粪等人 声称这一识种在明朝就已经没有了 主持人犀利一问 那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呢 专家皆上话 爱业律其实是一种形象的称呼 古人记载的文献中 很多称呼不和现在的称呼一样 况且专家在放大镜下 看到了现代抛光的痕迹 可是大哥怎么也听不进去 一直拿古文献说事 专家总结了一下 这件宝贝一共有三个地方不对 玉石材料不对 雕刻和皮子也都不对 所以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 现代工艺品假货 这只大哥对此完全不认同 而另一位专家忍不住了 这位也是玉石界的大拿 自己本身也从事玉石雕刻工作 什么玉石材料没有见过 他表示爱绿原石他也见过 真正的爱绿为通体碧绿 并且没有像水草一样的纹理 大哥此时又说出了一句诗 碧若春草通体碧叶小花 称这句诗描绘的就是自己的这块印石 专家反驳到两三百年前的诗词 描写的会是一块现代的工艺品吗 这一点就没办法考证 大哥反手就将一个黑锅扣在专家头上 声称专家要推翻古代文献 主持人灵机一动 不如让市场团的专家看看呢 万一市场上有相似的物件 能卖出个好价钱呢 那么这件传说中的神石 到底价值几何 你能拿出这件东西在你家一百五十年 这个证据 我从此以后再不做任何鉴定 这个东西被你们拍死了 我绝对不服 你们验交了一千个 九百九十九个是对的 就是这一个是错的 大哥带神秘绿印章建宝 声称价值六千六百六十六万 专家却讲 这是一眼新的现代工艺品 甚至连海选都没过去 大哥一气之下 让专家上节目仔细辩证 专家仅直言如果鉴定失误 面向全国观众想大哥道歉 并且再也不做任何鉴定 双方各自一词 到底谁才是对的 他们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 将印章交于市场团的专家后 专家讲起了玛瑙的流行时间 玛瑙最早出现于石器时代作为实用器 因为玛瑙的硬度较高 所以将玛瑙做成刀片状 以便进行劈砍等工作 真正流行时来到家家都有的地步 那是在清代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宝利拍卖的印章 足足卖出380万 是玛瑙界已是拍卖的最高价 能卖出高价 主要是因为印章刻着从云二字 这个印章出自乾隆的石曲宝吉 是有注录的一方弦章 而大哥手中的这枚章 智章的不是名人 章文也不是名人 就算这块石头再稀有 就当它是顶尖货 市面上也没有一个成交价格作业参考 所以市场参考价为零 随后主持人揭开文化复制 不出意外文化复制也是零 至此三方鉴定结论都是零 也就是说这枚印章一毛不直 这是大哥又说出一个惊天秘密 称这块印尸在家中放有150年了 要是平建成现代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难道专家真的看走眼了 眼看着大哥在台上侃侃而谈 自己的东西多神奇 专家终于忍不住了 你能拿出这件东西在你家150年 这个证据 我面向全国观众给你赔礼道歉 我从此以后再不做任何鉴定 这个东西被你们拍死了 我绝对不服 萧先生您现在认可您这件的质地 我检测过来 不要成分二氧化硅 那是不是马脑 旁边的专家见状 连忙缓和气氛 大哥手上的爱业率 和社会上公认的爱业率 从材质上色泽上硬度上都对不上号 所以就算这块印章真的是文献上所记载的神石 就算是那个已经消失百年的十种 得不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的认可 那么它的价值就等于零 大哥声称 他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东西 专家研究了一千个 对了999个就错了眼前的这一个 专家觉得再争论下去也没有意义 最后给出了最终意见 这就是一件现代马脑印章防品 如果大哥后续有更有力的证据 欢迎随时回到舞台打专家的脸 随后大哥一脸意犹未尽的下了台 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他们谁对谁错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